温哥华市中心有很多蛋糕店 这些蛋糕店不是连锁品牌 很多点心师都是毕业于B.C.省徐师学校的学生 他们自己去温哥华的生意 他们都做得很出色 我很多时候都会来每一间都去试 试他们的点心买回家 特别现在在冬季下雨的时候 再加上疫情 亦都不可以约几个朋友去喝下午茶的时候 就可以过来买点心回家 好好享受自己的下午茶 我愿意一个芝麻糖 还有一个芝麻蛋蛋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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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去旅行 我都很喜欢去行茶叶妆 茶叶店 我今天这种茶包 就是在法国南部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试试到 挺好的 它是一种综合的果茶 里面有很多草莓 我今天下午茶的点心 就是一件檸檬撻 还有一件是PASSION FOOD的芝麻蛋蛋糕 在下午茶叶店 吃开有几间 他们的点心很精致 它由小小件 这个尺寸 作为下午甜点 下午茶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可以分享来吃 但我今天就是一个人吃完两件 或者吃一半 试试味道 其实在这个阴雨连绵 秋冬季节 又出不了这么多地方逛 我觉得 就买一件点心 买一件甜点 和自己做一个下午茶 我觉得是挺有情趣的事 我这三个果汁 我今天买的有柠檬和姜 有士多啤梨 有士多啤梨 和肚子 有时有朋友来 买点心 和甜点 做午茶 或者再烘多个凉拌 我觉得 试试不同的果汁 也是挺好吃的 很多来温哥华住过的朋友 很多人都很称赞 温哥华是一个好的地方 好山好水 但是很寂寞 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 他们最在乎的就是有工作机会 而实在温哥华 它只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退休的城市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有很多工作机会 可能 在加拿大其他城市 找工的机会比较多 但是对于新勞了半辈子 进入了退休年纪的人来说 这个城市是很值得你居住的 不会寂寞的 夏天你可以駕鞋去附近的汤里旅行 可以駕鞋去洋帆出海 在加拿大养一部船 也不是很贵的 有很多 当汤海边的公寓 你早期买的公寓 很多时候都可以买到泊船位 基本上你要买一部船 泊在那里也不会太贵 贵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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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都有很多种 我觉得这个城市里面 可以发挥很多乐趣 也可以去翻课 上下陶瓷班 画画 彈琴 例如我 我很喜欢吃东西 我去不同的餐厅 试各各的菜 在加拿大各种菜式都有供应 现在是冬天 下雨 很多时候 冬天又凉了 你也可以买点心 回家 看看视频 点一下香芬蠟燭 看看外面的船仔 很容易又过一个下午 看看不同的心态 但是我一直都有跟很多朋友说 其实寂寞 不是环境寂寞 可能是自己的内心寂寞 如果你是多些去发挥这个城市 很多乐趣的地方 其实你是真是乐趣无穷 现在就未落雪 如果到了落雪 我亦都会去上山滑雪 相信来温哥华 或者来加拿大住了几十年 或者在这里成长的人 滑雪 这一项运动 就必然也是会的 所以我觉得冬天 也有冬天的工作 不会悶的 真的你要发挥多些 去融入这个城市 你觉得我就是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人 我就要让自己去喜欢这个城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 如果是来温哥华旅行也好 居住也好 这里真是一个好的地方 好的城市